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蜂瓶 嘩 好久不見了 距離上一次拍片 好像大概是半年前 我才拍了一條我剛剛回來澳門 去分享給大家我是怎樣隔離 還有我需要什麼資料等等 今天終於 終於 我都出到一條片了 至於關於這半年當中我到底在做什麼 我在看什麼呢 我遲些會再專門拍一條影片跟大家講解 好啦 今天的主題到底是什麼呢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去介紹一間 在澳門非常有特色的一間餐廳 這間餐廳到底有什麼特別呢 我會說這間餐廳有三個hashtag 分別就是骨頭 化石 還有 置身於博物館展區當中吃飯 嘩 聽完之後 是不是覺得很想快點去看看這間到底是什麼呢 那 廢話小說 我們正式去正片 我們也要去做一個出一個可以的 這間餐廳 我們要來這個 我們要來這間餐廳 接近別的 我們要去做一瓶 我們要去做一個叫做節日 然後到這場 我們要來這場 我來最後就要去這一場 我們要去做 我要去做一些事 你們要去做一下 我們要去做一下 我們要去做一些機會 香港的環境都不錯 周圍會有一些骨頭圍著你 它就有分組織 你一進到來就是先海洋區 海洋區那邊全部 雨、骨頭等 全部都是老闆 一條自己貼好砌的場景出來 老闆有特意介紹海洋區那邊 有一條石斑 本次連老闆自己都搞不定 就特意石斑 找專人來幫忙砌出來 過了海洋區一邊過去 就會有一些暴雨類動物 陸地區那樣 就會有很多馬 雪豹、捕獵、野豬 老闆一特意說 那什麼雪豹 就是現在在現存地球上 比較珍貴 老闆就有一個興趣 就是很喜歡還原那些捕獵的場景 你也覺得好像很虛榮 就好像自己在一間博物館的展區中間 吃飯 有種很奇妙的動作 然後老闆也有介紹 他取消了這些 因為這些骨頭不能摸 但是你撞散了也沒什麼大問題 這些最多說散了 就只是他自己逐條再砌回去 但有一個sension 就是原古時代的化石 會出現那個長毛 西毛 史前的動物 那些就真的完全不能摸 那些是因為一摸 老闆說明一摸就碎了 所以那邊就是一個真正正正的前區 剛剛就來了這一杯子 這杯子羅蘭日入 整個顏色很漂亮 超級適合它打卡 它就分成藍色和紅色 中間漸變出來 很適合打卡 很適合打卡 它有點像梅味的sona 應該下面是某一種梅味的糖漿 然後上面藍色都應該是 碎豆花的顏色 我覺得是 上面藍色那層其實沒有味 它是靠下面底那層 紅色的糖漿的味 它其實就是一般梅味的sona 但它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慢慢攪拌 那種紅色會越來越上去 那種顏色會更加 越來越漂亮 然後還有另外一杯特飲 這杯子是 一看就知道是橙 這裡負責人也有介紹 它是橙 但又加了少許茶 其實就不說到底是甚麼 所以我們先試一下 那我就試一下 它喝起來像鮮橙茶 水果茶 大部份主調都是橙 它做出來的水果茶 但我自己喜歡這個多一點 因為它漂亮以來 我對這種甜甜的sona 比較喜歡 然後就來了這一碟 這一碟叫做 鮮蝦玫瑰意粉 你聽到這個名字好像很好 很優雅 它擺設得很漂亮 但這碟是有少許難的 我目前這樣看下去 這碟是沒有玫瑰意粉的 這碟是天使麵 醬汁 像海鮮醬 你吃海鮮味的披薩 有味的醬 然後呢 我到最後都找不到玫瑰到底在哪 就是剛剛上面站在那裡的蝦 先試試看 但入味也不錯 除了那隻大蝦之外 其實它的意粉裡面還有這些小蝦 不會吧 但那兩隻蝦就沒有了 有六分 十分?六分? 不知道是怎樣的 有三分是找不到玫瑰 然後約一分就是覺得真的有點像Pizza 不過這東西是新奇 我覺得這東西是新奇 我覺得這東西是新奇 因為你們在碟子上找到Pizza的口味 我覺得挺有趣的 等了一段時間 來到第二樣了 我們要點的這個 這個巨帽 出現了 就是這個樣子 我的手大概是這麼大 然後它有兩隻 我一隻手 是否長過我的臉 長過你的臉 我怕它是太斜了 馬上來試試看 它是肉 好啊 它是肉 也挺鹹的 很多油脂 對 他很油脂 沒什麼油脂 辛辣 因為你是河南骨 早上有微脂 到大隻 有五分 骨頭 側的骨頭 在蠔里面 很大 但如果連骨頭 在一條骨頭 其實一點點 我喜歡吃筋的人很喜歡這一碟 這一碟的調味比較簡單一般 鹽滴得很厲害 不是喜歡吃筋 我追求肉很嫩的話 這個可以試一下其他的 因為他剛剛負責人也有推薦我吃雞 但我們一二孤行就要試一下這個 它是好吃的 只是喜歡吃筋的話會比較喜歡 終於可以來試一下 還有一個披薩 這個黑松露雜粉披薩 很香啊 你看看 這個黑松露雜粉披薩就是這樣 這個黑松露雜粉披薩 淋在嘴邊就已經有黑松露雜粉披薩 就是這樣你看看 這個熱氣已經把黑松露雜粉披薩在口裡 雖然沒有肉吃的 全部都是菇 但吃下去也好 不會有滿足感 再試一下 看不看 看不看 最後呢 我們再試一下這個比較特色的 這個也是故事人介紹的 櫻花蛋糕 芝士蛋糕 芝士蛋糕 也不是這樣 應該要你看下去 芝士蛋糕 上層是櫻花 這個鹽浸櫻花 再加一個啫喱 下面的就是芝士蛋糕 餅底 我猜是Oreo 我猜是Oreo Oreo餅底 Oreo餅底 我覺得很香 這個餅底 這個餅底真的很好吃 它不是一咬下去 就是很深 那些餅底 有些餅底 就是咬下去 就是咬下去的 這個很... 很鬆 很散 很散開的 我喜歡這個 還有中間的芝士蛋糕 芝士蛋糕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比較偏啫喱 這個質感 總之是最底的 還是最濃的味道 最底的 最濃的味道 慢慢上去 越來越淡 整個像一個很原味的水果 這個櫻花 也是 我突出八個牆 好 基本上吃的都吃完了 今天我覺得最好吃 最好吃的 是這個 黑松鵝的披薩 那披薩真的很好吃 那個真的一放進口 就有一種黑松鵝的香味 我覺得我很喜歡 嗯 接著就是 這個 這個 芝士蛋糕 這個真的有一三種 不同的 口感 我最喜歡 就是這個味道 其餘的 其餘方面就是 吃這裏的 很昏迷 真的 很科普 我突然覺得自己很噁心 真的 真的是一個博物館 應該有些吃飯 感覺有點甜 對 如果你已經去澳門 或者你有機會來澳門 都可以來這裡試試 我覺得這個氛圓 真的挺新奇有趣 可以推出給大家 詳細地址和演員時間 我都會放在下面資訊 有興趣去看看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我叫做小朋友 我喜歡我的 還有什麼想跟我說 也可以在下面 應該會忘記了 這影片的時候 應該已經是2021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樂 還有身體健康 希望疫情可以盡快 這樣算 下次 就是夏天 有了半年後見 可能 遲些見 拜拜 拜拜 這個光好棒 化石 還有 那次有人看著我 好棒 好棒 看到嗎